特斯拉的最强底部信号已经出现了 准备好破记录的交付数据吧 郭顿张三大明白之手反指之王又来发声了 重申目标价67美元 今天就来讲讲为什么我认为第二季度的交付数据将会再次破记录 末尾也展示一下我的独家数据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提前点赞哦 今天特斯拉大涨了四个多点 在市场几乎都是走平的大环境下 而且没有什么重大的新闻 我觉得4%的涨幅真的有很久没有看到了 在一些不痛不痒的新闻里 我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特斯拉空头郭顿张三的面孔 我不禁会心一笑 心想你又来了 因为上个季度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而且令我记忆犹新 具体可以参考两个月前的视频 在这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他到底说了啥 但是这次预期最高的或者是最准确的 既然是这个华尔街的大空头 Gordon Johnson 他一直给的预期是18.8万两 你说他是什么居心 他一个认为特斯拉没有需求 这个产能不行的公司 他为什么会给出18.8万这么高的预期呢 你告诉我这不是捧杀是什么 他当时肯定是这么想的 哎呀我给他一个这么高的预期 他没有可能达到或者是接近 到时候我在上CNPS上 这么一嗶嗶 这股价肯定啊 疯狂的下跌 不好意思 今天你的如意算盘就这么落空了 一季度的交付数据呢 是18.4万两 当时呢所有的特斯拉 多头都预计是17万左右 没有人给这么高的交付数量 张三呢给了18.8万 目的啊就是为了捧杀 结果没成想 一拳超人特斯拉竟然这么给力 连捧杀给的目标都快接近了 这次张三呢又来 估计重施 不过战略有些不同 这次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他下调了 对特斯拉第二季度交付量的预期 同时上调了对2021年 财年全年交付量的预期 第二季度的交付量预期 从19.6万两下调到19.4万两 然后全年的预期呢 从78.39万两上调到79.97万两 还有零有整的 张森表示啊 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调整 是因为我们认为 6月份在中国的销量 将达到3万辆左右 然后他又重申了 对特斯拉的卖出评级 还有67美元的目标价 不得不说 张三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他先是下调了二季度的预期 但同时呢又上调了全年的预期 但同时呢又重申目标价 67美元不变 这什么玩意儿 谁能理解一下 他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 先上调再下调 然后再650美金的股价 再保持67美金的目标价不变 他是在玩什么互相抵消的游戏吗 之前他说不能用去年同期相比 要用这个环比 他有没有意识到 一季度他给的是18.8万 二季度即使下调到18.4万 还是要比一季度要高啊 真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把好手 好了我们就不说大明白了 看看其他分析师是怎么看 Troy呢预估第二季度会有19.8万辆的交付 全年呢会有83.8万辆 Gary Black大佬表示 二季度可能会在21万出头 全年呢可以接近90万辆 这两个虽然说有一些分歧 但是还是我觉得比较中规中矩 不管是19.8万辆还是19.4 还要是21万 只要和第一季度保持持平18.4万 和去年的同期增长呢 就可以达到100% 按照这个速度也是可以轻松的机外 符合老马在查报里指引的50%的增长 下面说几个 我认为第二季度交付 大概率要破历史新高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老马在季末又发了一条邮件 告诉大家虽然我们表现的很不错 但是还是请大家在季末的最后几天 全力以赴的进行生产还有交付 历史上来说 凡是发了这个邮件的交付数据都不错 由于特斯拉不是靠经销商 所以交付数据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努力 发生质的改变的 通常呢 季末最后一个月的交付数量 会呈现井喷式的增长 这里有一幅图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 由于特斯拉呢是指报告季度的交付数量 每个月的变化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观测 但是由于中国区呢 不是有这个成年会吗 它这个报告可以给我们每个月的行情 虽然四五月份的交付数据 不是非常的理想或者乐观 但就像我前几个视频提到了一样 舆论正在转向 刹车也开始不失灵了 间谍活动好像也没了 就是各种负面新闻都在迅速的降温 人民网旗下的车媒体 人民车市 昨天还发稿啊 为特斯拉发声 说我们人民车市 在封闭的场地上进行了测试 刹车都没有问题 视频也如下 然后最后呢 也劝诫张女士 适度维权可以 但不要心存恶念 断章取义 颠倒黑白 存司马昭之心 哇 这个官媒讲说的话 就是非常的铿锵有力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事情转变得非常的快 快到让大明白 这个小脑瓜子嗡嗡的 不仅如此啊 前几天还在朋友圈看到 销售说有这个限车 而且还有政策的激励扶持 赶紧想月底提车的朋友们 要抓紧了 然后我看底下有人就说 你看又卖不出去了 就开始打这个降价 激励牌 结果就几天时间过去 就各种的贴吧里就有人说 现在去打电话 问销售说 基本是没有限车了 要享受这个优惠 要到跑到其他的省 跑到江苏去提车 还有说就是展车 已经都被卖光了 就是这么的快 官网的预计交付时间呢 也从之前的一到三周 今天变成了六到八周 就是说明 要么就是说明 就是车卖光了 要么就说明可能产量提不上来 但是排队出口 欧洲的队伍都堆满了码头 网上也有很多的照片 大家记住了 就是不管是中国能不能卖得出去 我们看的是整体的交付数量 而不是仅仅一个地区一个月份 而且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 中国区的销售数量会也是非常的惊艳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第三点 Model S 一月份到五月份几乎是没有交付的 Plat的交车 每个日呢 6月10号 我们也是直播了 大家就看到了 那天只交付了25辆车而已 但是老马说 接下来的几周 会大幅的提高这个生产还有交付 可能每周达到几千辆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 有多少人都在等这个全新的S 就是需求非常的爆棚 看到它那么快 那么新 就是各种各样的升级改造 简直了 我现在想起来都热血澎湃 接下来呢 这是一个6月18号拍摄的 Fremont工厂 叙事待发准备交付的Model S 看看一整个停车场全都是 好 拍摄了 还内补家接 Lun Call 好像之间交付的被扔的 是这样的 os har了 现在受 thumbs 跟人赏ills 得 煙 如果与你 第四点 我觉得就是整体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 二手车的价格其实一直在飙升 我之前大家对我有印象 就是我之前是有一个凯美瑞丰田 然后我是19年买的车 然后20年我就卖了 因为我换了Model Y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总是有销售 还有这个有人给我发邮件 尤其是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 就是不断的有人来问我 你的车卖不卖 我们愿意花大的价钱来收你这辆车 然后我心想 他现在给我的价格 比我当时买的新车的价格还要高 这是没有搞错 就是他买回来一辆二手车 再转卖给他的顾客 都成了三手了 他们就是这么缺车吗 然后那天跟Vincent聊天 他说湾区加州那个地方 买那一手就是丰田的Siana 那个面包车 家用的面包车都需要加价 然后消费者就会心想 我买一个二手丰田都要加价买 我为什么不买一个新的特斯拉 不需要加价呢 因为特斯拉没有经销商 是不存在这个加价 这部分的环节的 所以说我买个新的特斯拉 它难道不香吗 就这个月我现实中就有两个朋友 就是来问我特斯拉的事情 而且订了车子 更不用提评论区有多少朋友下了订单 并且提车的了 第五个就是我的独家信息 也算 不能代表全部 这个截图是五月份 六月份通过我评论区的订车码 订车的朋友 这个推荐码 这个数据其实挺令我震惊的 说实话 我就是一个挺小的博主 讲讲特斯拉的股票为主 我也有车 但是大家也看到 我很少发过车的视频 就很早之前发过 我就也没有刻意的去宣传 我有这么一个推荐码 而且这个码只能在北美使用 OK Cybertruck定了也用不了 所以说有很多条件的约束着 五六月份有这么多的订单 从我这里走 我真的是非常的吃惊 我只数了一下 有六七个 实不相瞒 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 我可能也就六七个的 这么个推荐的人来订车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是因为 之前特斯拉股票赚了钱来买的车 那我可以理解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 特斯拉股价没什么变化 对吧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订单数据的时候 从我这里走的订单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非常的吃惊 就是我的频道的观众主要是 看股票的 不是车主 但是还是会有这么多人 就是通过看到我的频道 在底下随手点了个链接去订了车 说明这个需求真的是非常的强了 不是一点两点 还有大家如果有需要订车的 也可以使用这个简介区的推荐码 你和我都可以领取1000英里的免费超级充电 还有如果你需要特斯拉的专属配件的话 也可以使用我的折扣链接 在Tesmania这个网站上下单一些必备的配件 或者输入折扣券 Allen Chen享受九折的优惠 比如脚垫啊 野营的这个床垫啊什么的都卖光了 就是有点供不应求 这种刚需是可以提前预约的 过一段时间呢 我也会出几视频总结一下 我用了一年多的这些配件 哪些是必买的 哪些是需要避开避雷的 车主们可以尽情留意 最后呢我也吟诗一首来总结一下 郭顿张三家中作 调整预期迷人眼 左顾右盼疑心众 寂寞交付八方来 这又将是一个破纪录的季度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或者一番的思考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